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世诗纪第三十七天 世诗纪十八章二十二至三十一节 败坏的世代起于道德的败坏 离米家的住宅已远 米家的精灵都聚集来追赶诞人 呼叫诞人 诞人回头问米家说 你聚集这许多人来做什么呢 米家说 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 我还有所剩的吗 怎么还问我说做什么呢 但人对米家说 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 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 以致你和你的全家竟都丧命 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 米家见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盛 就转身回家去了 但人将米家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义 建安居无虑的名 就用刀杀了那名 又放火烧了那城 并无人搭救 因为离西顿远 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 城在平原 那平原靠近伯利河 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 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 旦的名字 给那城起名叫旦 原先那城名叫拉义 旦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 摩西的孙子 格顺的儿子约拿丹 和他的子孙做旦之派的祭司 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 神的殿在世罗多少日子 旦人为自己设立米家所雕刻的像 也在淡多少日子 旦人一声不响地夺走米家家中的神像 以福德及祭司 米家与麒麟社追赶旦人 而旦人的回应表明了他们道德败坏的光景 一 强取豪夺 旦人趁着米家不在 擅自拿走了他的东西 而当米家与灵人追赶他们 为要讨回财物时 旦人竟然仗着人多势众 口出恶言 恐吓米家一行人 我们虽然不会像旦人那样强取豪夺 但要思想 生命中是否有一些东西 本不是该有的 我们取得某些利益的时机和方法 是否不合神的心意 我们是否有一些该给出去的 后来却没给 神是慷慨的 祂喜欢四福给我们 然而神要祂的儿女在小世上忠心 不给魔鬼留地步 二 唯利是图 但人没有攻下应许地 反而屠杀拉役的人 将他们的土地财产占为己有 即便他们顺利攻占拉役 这个行动却不合神的心意 因为神并没有定义要他们毁灭拉役 但人建立妄议 任意而行的作为 毫无道德公义可言 简直与盗匪无益 但人唯利是图建立妄议 耶稣却教导 施比受更为有福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声斗 连摇带岸 上奸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愿我们把握这项属灵原则 成为愿意给的人 这个世代的道德标准 一直在降低 我们作为神儿女的价值观 也时常受到挑战 甚至不知不觉也受到了影响 耶稣在主导文中 如此向神祷告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每当我们遇到 与信仰不同的价值观 带来的冲击 十分需要主内肢体的支持 与带导 并要更积极地在真理上接受装备 我们要常为自己祷告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四下属灵的判断力 持守真道 不与属世的价值观妥协 我们也要为教会祷告 求神使用教会 在这个世代发挥属灵的影响力 有基督徒的地方就减少腐败 有教会的地方就带来盼望 主啊 愿你兴起基督徒 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中 做你无瑕疵的儿女 如同明光照耀 导读神的话 弥加书六章八节 世人啊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阿们 世人啊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耶和华已经指示我了 指示我什么是善 什么是好的 阿们 耶和华已经指示我了 指示我什么是善 什么是好 世人啊 耶和华也已经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是只要你行公义 阿们 主啊 你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 你只要我们行公义 只要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阿们 亲爱的主耶稣 你只要我们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求你赐给我这样的心 赐给我公义的心 怜悯的心 和谦卑的心 阿们 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 赐给我们公义的心 怜悯的心 谦卑的心 好叫我们能与你同行 阿们 主啊 你已指示我们何为善 只要我们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同行 与我们的神同行 这也是我们的心愿 愿你也照着你的心意成就 这样祷告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